去做的一些搜索扣押 事實上也查到了就是 藏有30萬現金的茶葉罐 那這裡面呢 這個案外案的插取主要是因為 檢察總長黃世民29號也到南投地檢署湊熱鬧 請問一下 後來南投地檢署代理檢察長洪家元說他只是路過 那個本席實在很好奇 什麼樣的案子可以讓檢察總長去路過 然後你法務部也沒有對外正式的說明 他當天的行程是如何 市長 還是去關切案件 現在南投地方大家都說是因為這個案子檢察總長壓不住了 沒有辦法了 那也只好把那個高雄那邊起訴 趕快把張花冠那邊的案件趕快起訴 以平衡一下 市長是這樣子嗎 是政治操作嗎 檢察總長是嫌上級之命去做關切 看能不能把案子壓下來 壓不下來的時候 就只好把高雄高檢的那個案件 把它起訴了 讓我們這個民進黨的這個縣長張花冠就這樣子當成了被告 報告委員 我們檢察官辦案是依據法律 你先回答我 檢察總長那天路過 他行程是到哪裡去啊 那麼巧 檢查總長的行程 我不會知道 你不會知道 那你們要對外說明啊 連國民黨的委員 李貴明委員都說 你們都不對外說明 導致民眾一直對於你們法務部 你們檢察體系 就是覺得有人可以操作 就是覺得裡面喔 可以由有一些人關切之後 做出的結論就是不一樣 那這樣子不是更應驗的本黨的這前後兩位主席所講的任何一個案子 看起來都像政治操作了嗎 不過我要 你們沒有查嗎 剛剛李貴明委員也一直在強調嘛 你們對於任何民眾質疑的部分 都要說明 都要調查清楚啊 呃 我 真的路過嗎 呃 我剛剛已經跟委員報告了 就是對於黃檢察總長 有沒有 11月29號有沒有到南投 我不知道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檢察機關辦案 法務部絕對不會介入 知道嗎 所以 但是問題這已經影響了我們整個的司法官簪嘛 是不是這隻手有伸進去要弄清楚 而且民眾最主要對於檢察 對於司法的不信任這麼的嚴重 然後呢又剛好路過 什麼事情這麼巧可以路過 你們都不去了解一下做出一個正式對外的說明嗎 呃 我會去 沒有權利 沒有權利了解嗎 法務部還是可以了解吧 因為有些是對於我們整個司法的形象 你這個法務部的部分 外界認為 呃是因為這個黃總長到南投去干預啊 而這個同同時把在高雄辦理的案件加以起訴 那我們會去了解以後再適當的說明 我覺得你針對他路過這個部分啊 應該要去了解對外正式的去澄清 如果沒有把那隻手伸進去 不然相較而言 你也同時打擊了這個高檢或者是南投地檢所有的基層的檢察官嘛 對不對啊如果真的有你調查的結果 欸為什麼你的行程突然冒出來在南投 你也要去了解嗎 我們檢查體系到底現在是不是還如同我們 一再聲稱他具有司法官性格是在獨立辦案的還是弄清楚好不好 法務部是嘿這個部分我本席是建議你至少要對本席有一個書面的說明 可不可以路過說這件事情 OK好謝謝啊 那那個稍微麻煩一下請司法院的負面書長 司長謝謝謝謝 謝謝委員 吳委員你好 恩負面負面上喔 這個本席看到你們司法院有提出這個行政訴訟法的這個修正喔 就是為了解決有可能會有一些應該出行出席的這些當事人喔代理人 可能會有不變應數的問題改以遠遠距的視訊 他本席想請教一下目前就你理解喔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案件量大概有多少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大概占的比例 大概三所全部加起來是五千件左右 是喔沒關係啦 那我給你一個簡單的數據來看一下 那個高等行政法院喔我有抓到就今年九月跟十月喔 大概我們用月份不要講那個一年的年收的那個 建數喔 大概平均高等 高等行政法院平均建數一個月大概都四百多件 可是事實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案件量大概都佔了六成以上 對 對不對 差不多嘛 那好下一頁 那你看一下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跟那個南部的高雄 高雄的高等行政法院喔 事實上他的平均的案件量喔其實比例沒有到那麼大 那我們看這個每個月新收的部分 那事實上本席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很多的那個行政訴訟案件都是以機關行政機關當作被告嘛 對不對 原處分機關被告機關嘛 那也就是說 因為行政訴訟法這樣的規定 我們如果對行政機關訴訟必須以機關所在地為主 以原就備的原則 所以你弄到後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所有的這些相關的行政訴訟案件 都擠在這裡呀 你讓我們所有 今天只要是對我們原處分機關行政機關要打官司的全部都要跑到台北來 臥龍街嘛 對不對 很辛苦耶 我們民眾今天是不是有可能啊 如果今天要告行政機關有沒有什麼樣的管轄原則可以稍微改變 不要全部就是用以原就備來決定管轄分配的原則 你這樣子的分配 你就弄到後來他的比例就是佔六成以上 原則上行政訴訟法 這個都是 這個 準用這個民事訴訟法的 是啊 可是我現在本席是說 可是也沒有規定一定要全部準用嘛 我們在九十九年的時候慢慢在擴大 像公務員的職務關係 負秘書長你今天提出來行政訴訟法 你的立法理由講得很清楚 主要也是避免民眾的周車勞頓嘛 對不對 既然是要避免民眾的周車勞頓 對於訴訟的分配管轄分配的事務分配不管是怎麼樣 事實上應該是有檢討的必要耶 有 不然的話你你只是解決了遠距視訊的問題 你對於大部分的民眾 他要跑到這個我們台北所在地來去告行政機關 看起來就是官僚主義 所以九十九年我們慢慢在 從公務員的職務關係跟公法上的保險的事件 我們慢慢把它分散出去了 可是其實還有很多因為我們一般的 原處分的案件裡面是要撤銷撤銷訴訟案件 其實最大宗的就是稅務案件嘛 財政部嘛 財政部各地都有了 對啊 可是問題是很多那個 原處分機關弄到後來他有可能都還是告到台北來嘛 那個你看一下那個結案書 來我們來看 好那你高等法院你一般的平均的一件結案數 大概 平均要一百二十天 我們看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他其實承擔了因為大概有六成的量 我們剛剛講如果每月收件數的話 所以他收案到結案的部分 平均日數 你看看得出來那個趨勢 他就是硬是比台中 跟高雄 好這兩個行 高等行政法院的平均結案日數 就差不多多了大概快五分之一就百分之二十 就他多多大概多延長了二十天 你這都平均數喔 我們不要講有特殊有些少數案件拖個兩年三年 我們先不要管 這裡邊主要就是中央機關都在台北 是啊 是啊我剛剛本席就講 你提行政訴訟法你今天修法 其實利益不錯啦 就是為了解決這個民眾應訴的問題 真的確實有一些民眾 不變應訴 可是事實上我是本席 建議行政訴訟法對於這些管轄 分配原則是不是一定還要堅持以原就備 還有其他的一些管轄 分配的部分有沒有可能考重新考量啊 可以可以我們在研究看看 可以在研究看看 另外那個行政訴訟法在去年的時候其實也改為三級二審嘛 是不是 那有很多的在第一審的部分已經改成獨任制嘛 我們看到有很多像交通案件或是其他的部分案件 那本席想請教 目前我們其實行政法院的法官都是從民刑庭那邊到一定年資之後輪掉之後 他就會讓他們去選擇 經過專業的訓練 訓練的那個內容是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法官在司法人員研習所 司法官訓練所 他其實大部分對於工法的訓練是不足的 就是工法還有包括 行政法的原理原則嘛 我是說那你現在你從那個民刑庭那邊輪掉完的話 要把他調到行政法院他到底上多少的時數啊 夠不夠啊 六個禮拜 六個禮拜 還上六個禮拜的工法的原則 那個課程的內容是什麼 那個能不能事後在 可以可以 因為其實本席是發現了其實我們一般的行政訴訟 對於非常多的訴訟的一些原理原則 可能引用還有關於他的訴訟標的概念訴訟的類型 還有舉證責任的部分 其實不能完全的照所謂的民事訴訟的一些規定 那尤其在很多實體法裡面 他每次在去爭議的法條 其實有很多這跟行政法的原理原則有關 可是你在工法的訓練不足 而且所有考上的司法官他在去分發的時候 分發前的那個研習所訓練所 他工法上的非常的少 你只是讓他去就任了之後 只是上一個六個禮拜 本席是對於認為六個禮拜事實上還是不夠啦 好因為他原來已經受既有的民刑事的這些訴訟原則 的拘束 他自己本身都已經是比較僵化了 本席就曾經以前當律師的時候就碰過 這個行政訴訟法官非常堅持這個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 然後跟他講不斷的跟他講 行政法的原理原則的時候他都會跟他說這個舉證 要講清講出來 這舉證要講到這個 行政法的原理原則跟我們一般的所謂的證據舉證的調查的部分不一樣 他就說你要先去舉證 你要先舉證出來這個有這個原理原則適用之後 我常要幫你申請調查 就你的申請事項調查 本席就認為行政法院法官的那個 那個整個的對於工法的概念實在是 不斷的去告訴他我們今天要審理的是關於人民的權利公法上的權利的部分被侵害 是哪個部分哪個法條 那講都講不通啊 後來本席認為這個一定是這個輪調上面有問題啊 剛好我們每年這個行政法院的法官一定要接受這個職業訓練 今天會後或者是這兩天 給你兩天的時間 把那個基本上從你民行庭那邊輪調之後 然後到底他上了那個時速的課程 現在原則上是先六個禮拜 我要知道分別上的那個在職訓練的科目 大概你們是給他多少什麼樣的專業科目的訓練 好這個資料麻煩你提供給本席可不可以 好謝謝 謝謝 好我們接著請王惠美委員 好有請那個司法院 謝謝 謝謝